大家好,身为一个土工的统治国的屁民 我们这些人是永远不知道真相的 一般意义上,土工要搞一件什么事情 他闹得越难,说明了有一个更可怕的内幕 我们不知道,他不告诉我们 他在拼命的遮盖 你说这个土工这两天围绕日本的事情 围绕日本的河废水的事情 那真的是吵得全世界都乌洋乌洋的 所以很多人就不解,非常不理解 你至于嘛,是不是 你不至于,就这么一点点事情 你想想吧,你中国有多少核电站呢 你自己的废水根本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人家没说你就不错呢 你还说人家一头猪都知道 日本搞这些事情的科研的水平 他在解决问题的方案 肯定比你中国要强他妈的十万八千里包 完了以后你这么闹腾是几个意思呢 结果有人就扒出中国的几十座核电站的 排放的河废水的指标 都是日本的福岛的排放核废水的指标的几十倍 几百倍都不止 结果呢,土工就搬起石头就砸了自个儿的脚 是吧,完了以后呢 就赶紧全网就是删除这几个资料 其实这些个资料之前在土工的官网上面都是公开的资料 只是人家日本人,人家韩国人,人家美国人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的中国沿海排放那个河废水 哎呀,你伤害的是你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你对别的国家有没有伤害 有,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我说过无数次的啊,我们要有一个常识 我经常在我的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些个常识 比如说我说这个人呢,人呢特别坏啊 人呢就是有罪有限,无知无利无耻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人他再坏,人他再无耻,他再他妈的仇不要脸 他无法改变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太阳照常升起,是不是河流照样汹涌 汹涌,海洋照样欢腾 你人影响不了这些东西 中国有句非常的无耻的话 人定胜天,是吧 毛泽东的无耻的话 我告诉你,人肯定无法战胜老天爷 无法战胜大自然 但是我跟你说,人也无法毁灭大自然 你一定要记住 人想破坏掉这个南色的星球的生态 破坏掉天空,破坏掉阳光 破坏掉雨水,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中国的污染,环境的污染极其的严重 伤害的只是中国人 你伤害不了韩国人 你伤害不了台湾人 你伤害不了美国人 因为海洋太大了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嘛 每次我们从上海坐飞机 飞机升空的时候 我们看见那个那个从浦东 从浦东起飞嘛 那个飞机下面的海水 那是像泥汤一样的 我去,轰煌 是不是 完了以后极其的平静 你感觉不到那个水啊 有一层一层的白花一样的波浪 是不是 你听不听不见浪花的歌唱 你只能看见一旦死水 这个时候你就想起文艺多的事啊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其实文艺多的想象里有限 这是一片绝望的海洋 但是只是一片而已了 就是你的东海 而还不是完全的东海 就是你东海的黄海的靠近海岸线 大概其也就是不到100公里吧 我就跟你满打满算 其实最多最多就是20公里 就这么多 你从长江 从黄河 从各种地方排出的水 排到大海里的水 最后就停留在你的东海 黄海的边上 就污染你的中国人的海岸 污染你的中国人的食物 污染你中国人要吃的鱼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的渔民 浙江江苏那边的渔民 他要跑到南 跑到南美那边去打鱼呢 他要跑到韩国的海上去打鱼呢 他要跑到太平洋的深处去打鱼呢 为什么呀 因为那里的鱼干净呢 中国的边上的鱼不干净呢 就这么简单呢 所以不要这样子 相信共产党的判断好不好 共产党他破坏掉这个生态 是能够破坏 但是最终带来的伤害 只是你的那些个可怜巴巴的中国人 我讲了这么一段道理以后 我就开始给大家讲故事 就是为什么土工他要拼命的炒作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件呢 原来是一个惊人的阴谋 比这个日本的核废水的排放要大得太多了 而且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他恰好伤害的就是中国人 其实人家国家的人都知道 什么事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了吗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核潜艇 在黏云港附近 江苏黏云港附近不是沉没了吗 是不是出了大事 上面的人都死光了吗 说那个事的 它是个核潜艇 那里面的大量的核燃料 大量的核内丸 大量的这种脏东西 都已经泄露了 都已经流到海里面了 这种东西也会对整个江苏的海岸 构成巨大的破坏性 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的话 江苏海岸线附近的人至少要死几百万人 所以这个事比什么事情都不大 这才是中共最近遇到的最麻烦的事情 所以为此它不惜要破坏掉中日的关系 不惜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日本的身上 不惜调动中国的老百姓 然后在那里恨日本 在那里搞那些个妖卧子 其实它一定是有更大的阴谋 一定是有更大的丑事 它见不得人 它必须要转移视线 而你看这个国内的有些个老百姓 其实还有一些个老百姓挺聪明的 挺有常识的 他说这次黄海连运港这个核潜艇呢 巨大的损失 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人死了 说有20多米军官 第一位是2010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博士的 一个这个这么一个优秀的人也死了 说是这个海洋大学 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的博士啊 华盛大学海洋学院的水平的全世界研究这个洋流啊 那是排排名世界第一啊 相当于潜学森级别的人物 这个人在这个核潜艇上面给死了 那当然呢这个人死的好啊 我们挺高兴的呀 你凡是你这个你跑到中国来混狗粮吃的 混低端名利场的 那肯定死有余辜而已了 这个不重要啊 说还另外还有三个这个双尿的舰长 护卫舰和潜艇全军覆没 说这个他的舰长是哪里人呢 是陕西人 对舰长叫薛永鹏 薛永鹏四摇器舰长陕西人 海军核潜艇的全训考核考官 是级别最高的考官 土工的海军最重要的科研人才也死了 所以我告诉你啊 他说这个什么 一意孤行后面还有更大的动机 还有更大的内幕 说几个月以前早就有情报泄露 这个中共早就在研究太平洋的洋流趋势 在几个月后可达到的预期 特别是夏威夷附近投放这个核污染的水 以对美国构成巨大的一个冲击 说这么一个事情 是要搞事儿 然后呢就栽赃日本 是吧 说这个这个核废水啊 流到夏威夷那边去的 流到关岛去了 那是谁搞的 是你日本人搞的 因为你日本人不是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吗 其实共产党的那个核潜艇 就是准备去这个夏威夷这边 排放这个核潜艇的 排放这个核废水的 结果没想到出事儿了 是吧 说大陆沿海的核电站排出的冷却水 污染的程度 高出辅导排放的处理后的 废水的十几倍 几十倍 上百倍 而且从来就没有人去认真的去对 去搞过这个事情 说这个中国的沿海的人 吃了这么多年的海产品 都谈量的是有毒的 是不是 说这个潜艇再出事儿了 这是习包子的命根子 手中最后的一张王牌 一张底牌 也是和美国和美军要价的 要价的最后一张底牌 结果没想到出事儿了 因此22名军官是执行底牌之人 417的舰长的名字 也是最高的机密 此次被这个曝光暴露了中共的最大的一个要害 然后呢 党媒呢就想利用辅导的事情带风向 想要冲淡潜艇这个核泄漏的事情 所以现在要拼命的大肆的炒作 要洗中国的韭菜的脑 免得到时候死人太多的时候 没法解释 是这么现在把所有的这个脏水都破到日本人的身上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大概明白了 很简单 就是土工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出事儿了 这个潜艇的核燃料 核能源泄漏 这个潜艇的目标是干什么呢 它唯一的目标 就是准备悄悄的潜入关岛 美军基地潜入夏威夷这边 完了以后呢给美国人放这个核肥水 给美国人放毒 完了以后就栽赃日本 就你日本人干的 就这么来的 这会没想到还没开始搞呢 自己的潜艇出事儿了 结果的确有核泄漏 只能毒害你中共自己人 只能毒害你的海岸边上的人 准确的说就是江苏这边的人 连云港附近的人 这么一个潜艇它的核燃料 它泄漏以后就是能毒害这个连云港附近 大概方圆也就一二百公里 就这么多 这边的人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有人啊 我今天听到有那个科学家预测的啊 如果这个核潜艇真的是泄漏的话 连云港附近绝对要死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都有可能 所以包子的这是面对巨大的麻烦 所以你想想吧 有人就说了 说你这个中共是不是有病啊 你这么跟日本人闹什么呢 说你这个全世界都在围堵你 日本对你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个现在中国老百姓都是满盐 都是在抵制海鲜 其实大量的海鲜都是你中国本土生产的 日本的海鲜只占你中国海鲜市场的百分之一点几 你这么一搞等于是把中国的一个水产业海洋水产业又给搞死 你他妈的经济本来就不好 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个事情呢 是不是 你不是自己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你是不知道土工的内幕的道理是什么 他遇到特别大的事 他比这个什么水产业啊 比什么日本的福岛的排放啊 那大得多的事情 他必须的要把这个事情要掩盖过去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西包子真是下不了台 他吃不了兜着走 就这么一个情况 哎呀 所以我说过土工的阴谋啊 土工的内幕 我们这些个人永远不知道 真的 你过了一百年以后 你都不知道 他根本就忽略你的任何意义上的知情权 你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比畜生还不如的 比蚂蚁还不如的 比韭菜不如的一个垃圾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呢 所以我说过 凡是土工中国 卯足了劲 在全国发动傻叉 然后一会儿抵制那个 一会儿抵制那个的时候 一定是有更大的内幕在后面 你不知道而已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